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电视剧《功勋》一经播出就引发热议 这部由国家广电总局组织创作的重大现实题材作品 以单元剧的形式 不同叙事风格 讲述了八位功勋人物将个人梦想融入国家发展奋斗历程的故事 勾勒出他们忠诚 执着 朴实的崇高品格 今天的十分深度 我们一起走进电视剧《功勋》的创作幕后 电视剧《功勋》播出以来 全剧48集 揽获20.455%电视观众 回看用户规模 始终位居黄金时段电视剧第一 豆瓣评分高达9.1分 致敬 泪目 好看 有质感等弹幕刷屏 观众们纷纷表示 通过该剧充分感受到了重大现实题材电视剧的魅力 期待看到更多欧哥党 欧哥祖国 欧哥人民 欧哥英雄的精品力作 经过失败 我们会变得更强大 不修好这条路啊 我是不会走的 10月25日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重大题材电视剧《功勋》创作座谈会在京召开 作为总局理想照耀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展播活动剧目 电视剧《功勋》讲述了首批八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感人事迹 诠释了其忠诚 执着 朴实的人生品格和现身祖国人民的崇高境界 全剧共包括八个单元故事 每个单元剧六集 讲述一位功勋人物 八个功勋人物 首先是拍出他们的最中心的那个精神来 比如说朴实啊 比如说执着啊 包括他们的忠诚 他们最本质的特质要找到 还有一个就是用什么方式拍 因为他们每个人所在的时代也是不一样的 有五十年代 有战场上的 有的是六十年代 有的是拍一生的 只拍三天两夜的故事 都是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来确定的 我火力压制 我看到李燕姐的信号大了 比如说李燕年 为什么要起名叫能文能武理 他不光是武 他也不光是武感 他更多是智慧和对党的忠诚 这些地方要表现得特别的图书和清楚 2019年9月29日 于敏 申继兰 孙家栋 李燕年 张富清 袁隆平 黄旭华 图悠悠 八位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 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广电总局第一时间组织推进了重大现实题材电视剧《功勋》的拍摄 历时近两年的时间 八个剧组分别在山西 甘肃 浙江 吉林 海南等全国多地进行拍摄 在主演的选择上 主创团队坚持四个基本原则 得以双心 神行兼备 演技过硬 同时却得到功勋本名的同意 你们也一直说在努力 可为什么这么久了还没有动静呢 科学的事情 只有科学的事情 这次的拍摄过程是我从影以来最受教育的一回 而且这种受教育是潜移默化的 我们去跟于敏老师的儿子见面了 还有儿媳妇 还有她的学生 因为于敏老师是个科学家 但是太太一直在家里头 无微不至的去照顾她 支持她 我就说其实于敏是一个男人撑起了国家 但是是一个女人撑起了一个男人 我就觉得想把不仅是于敏老师 特别鲜浮的形象传给大家 也希望把她生活中那些周边的人 她的亲属等等等等都传给大家 我演完于敏老师以后我就说 中国可能我比99.9%的人都了解于敏老师了 能贡献自己作为一个党员也好 作为一个演员的职业属性也好 好像你发挥了自己的一点能力 这点我觉得还挺荣幸的吧 总导演郑小龙还和妻子王小平 分别承担了图悠悠单元的导演和编剧工作 这一单元主要讲述了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中医药科技创新的优秀代表图悠悠 研发抗疾心药氢薅素的故事 表现了她追求真理 严谨治学的求食精神 最大的难点就是因为实际上我特别熟悉科学家 难点是因为我都不知道 对于一个科学家里的一个得对本奖的人 他跟别人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 因为其实我从小是在中国科学院长大的 我知道他们的生活特别枯燥 还有就是跟国外的一些这样的荧幕的人物 比方咱们以前像居里夫人 她也是得对本奖的 跟居里夫人是怎么去分开 她是女性啊 为了更好的挖掘人物特点 图悠悠单元的主创们 查阅大量文献史料和纪录片 制作高度还原特定历史年代的服饰 道具 并先后采访了图悠悠 以及她身边的多位同事 学生 家人 挖掘显为人知的细节 多侧面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 她是对自己的功绩和自己做出这些事业 她挺淡然的 她没有为此显得特别的骄傲 她反复地说 这其实是我们整个一个国家和集体 做出的一件大事情 如果是要宣传的话 那么就应该宣传大家 宣传这个集体 非常谦虚的一个人 图悠悠的她那个专 她是不是喜欢唱歌啊 我回答说不喜欢 跳舞呢 不喜欢 说的看戏呢 不喜欢 她喜欢她的事业 喜欢做实验 喜欢数据 喜欢公式 喜欢资料 就她喜欢的都是跟她的那些项目有关系 她是一个专注到 就我们很多采访对象告诉我 她专注到 她经常走路的时候 你是她的熟人 很熟的熟人 你从她身边过 她没有看到你 电视剧《公勋》以影像为英雄力转 去概念化叙事 去模式化刻画 从微观细节入手 用人性化生活化的角度 还原真实人物的多重角色 身份和细腻丰富的情感世界 《公勋》这部剧 不光是塑造了一层英雄群像 而且它打开了一扇一扇的窗口 通过这个窗口 我们看到了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能 中华优秀人员为什么好 融为一体 70年的公勋 100年的奋斗 当然它是我们千千万万为国家和民族 夺出公勋国结束人物的代表 他们上海还有很多人 八位是我们崇敬的英雄 也是我们迈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榜样 电视剧《公勋》主创团队 以贴合历史与现实的视角 细腻生动的故事讲述 呈现公勋人物的人生追求 无私品格和作为普通人的真情实感 让我们看到 正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 无私无味担当奉献 才成就了今天的繁华盛世 岁月安好 让国家和民族充满希望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我们继续相约 文化时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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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